本集節目由金光布袋戲 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 我是gevin 頻道一直很少專注金光布袋戲的主題 前陣子收到幾則留言 我覺得實在太有趣了 說我有收金光布袋戲的錢 說金光布袋戲的好話 這下可好了 因為那則留言 讓乾爹注意到 這支影片是跟金光布袋戲合作的 為大家整理兩篇金光歷年劇集的劇情懶人包 帶大家回顧從決戰時刻 到仙谷狂濤發生的劇情故事 回過那些在九屆發生的精彩戰役 在接下來進入這面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 都跟布袋戲相關 如果想支持我們繼續創作的話 現在我們開啟會員制 每月一杯咖啡錢或飲料錢 或者是一顆CT餐券的價錢 就可以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精細的影片 現在點擊加入 還可以跟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之後的影片走向 以及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也歡迎道友們一同投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喔 一是帝王志祥 一是修辱志祥 最為動性擔心一命 要為公準 公立英雄 償乃人世最無奈 這次祭教的布袋秋冬 想不到最後最會曲是祖祭 電風三十年之面 一斷各傳 將是廟章無奈志祥 那就開啟無奈志祥 明朝嘉靖年間 東迎西劍流為魔之甲進軍中原 捉走了雲州大盧霞 石燕文的兒子 史仗義 御復活流主 炎魔幻十郎 中原也因石燕文藏進人對戰消失武林 以至中原長達五年 在西劍流侵略下 一直處於顛亂的局勢 石燕文之長子 史金中化名俏如來 帶領三弟化名雪山營宴的史純孝 與同為師兄弟的劍無疾 共抗西劍流 在天時將至之前 神谷風出現奇人 神谷溫皇出面協助俏如來等人 營酒被西劍流情捉的石燕文 在西劍流復活流主 炎魔幻十郎的時機將至之刻 西劍流軍師 賜與心之戒 召集四天王 六部 八門 齊聚中原 九星連珠之夜 溫皇策劃布局 空前危機將至 眾人把握最後營救小空的機會 而西劍流引發的空前危機將至 本應世仇的中原苗疆 原為死敵的石燕文藏進人 亦在此時聯手 遇毀炎魔復活之機 就在此刻 左邊偷攻了 Everybody 的 maken子 跟掠傷 untuk mountains 可是 zoom 你們兄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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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 而且效果運 полностью 忠っていう相形 不死狗手 召回三条 顺其体造成你 为典万斤 所有门已从举人 不过你力 三条狗手 为该抽一条目光输 门不在 只叫消别地 换回魔仪修空 伴墓 中丸 冰箱 哈哈哈哈 是真正的風秀 哈 哈 一早有風秀 哦 是來伊利雄山 哦 哦 是來條件 鬼流祝福 戰局焦灼之際 與藏經人優好的神谷溫煌 口出黃炎 揚言挑戰炎魔 提議再開天下風雲碑 以天下第一之爭決定中原版圖 炎魔幻石昂心難答應 而西金流也請捉藏經人的女兒作為妖協 時至天下第一之戰再開 首戰代表 中原實驗文 苗疆藏經人肅命一絕 問叫矚目的勝負 始動苗疆之王 浩蟲孤明 中原百舞會齊聚天羽山 殘戰許久的兩人 最終勝負敵定 藏經人口吼朱鴻 本應結束了戰局 賜與信之劍卻首先發難 要求藏經人卸下面罩 為保女兒的藏經人 揭開多年隱藏的真相 揭下面罩後的面容 竟與宿敵實驗文一模一樣 一句不應該 引發中原苗疆聯手 共同討伐欺瞞真相多年的 死藏兩人 翹如來亦被實驗文所傷 拖出戰局 西金流趁機漁翁得利 卻不料翹如來受高人指點 青上西金流延續天下第一之爭 拍下記策 圍殺父親史燕文 也在此時 多年來真相揭穿 死藏二人 本為雙生子 卻在膠質之戰 兩人分散 藏經人遭苗疆帶走撫養 拍下最狠毒的兄弟細強的記策 而多年後 真相揭穿的現在 史燕文只願藏經人為自己而活 換上藏經人的裝扮 死於雪山銀燕之手 同時中原未破魔之甲 卻如來不歸路上 安排黑白狼軍再現武林 天下風雲碑最終戰 炎魔黑白狼軍至極對決 黑白狼軍後備全力 一技劃九百 終始突破魔之甲 重創炎魔幻石狼 幕後側局的神古溫皇 同時排下三大沙關 重創西金流兵力 就在次語化解危機 一時鬆懈之時 翹如來率領中原群俠 圍攻而上 一句 反應身亡失蹤的死藏兩人 圍攻炎魔幻石狼 以陰陽河流突破炎魔幻石狼 無尿襲天 四人最強的招 就出幾下 九十神戰 三人拚前最有的魁力 就向炎魔三百獻 老天 無敵人吧 炎魔浮誅 西劍流之亂平定 藏見人戰中遭炎魔重創 需用無影水救治 然而苗疆一在此時開始蠢動 苗王測算未來之運 一條預言帶出緣故的九龍傳說 清華勢力 蘇巴尼恩索 改善意出卻 十年之機 平就任意 八年之機 一生地所 千年之機 回憶天命 六周開地病所 必須強圍 江國 〗 冒絕〗〗〗 詳〗〗 〗〗 詞〗 詳〗〗 唯〗〗 〗 禁〗 〗〗 〗 詳〗〗 詳〗〗 温游孤 为使苗疆兴盛 苗王下令夺取九龙天书 同时前往异域派虚海境 夺取死地灵 为免苗王野心得逞 翘如癌全力斡旋 就在此刻 先前指点翘如癌的高人莫苍梨 点头收翘如癌为徒 为其背后提点 为防纯准欲动的神谷温慌 然而除了海境 吃拂许久的意境势力模式 在网中人的觉醒下 持用幽灵魔刀 发动吃鬼 攻陷人魔防线 灵界 为组封印突破 翘如来与苗疆合作 排下暂测 终让网中人王命云 速敌黑白狼军之手 利用小空的巨骨阵 暂时填补魔式封印 而苗王也趁此时机 打开九龙地脉 缝熙深渊 欲利用地脉 三百年一转之机 取得龙脉机运 却到潜伏暗处的 苗疆北境王算计 苗王残王于 为救好友的唐靖仁之手 而本应苗疆得力之客 却因福西深渊的变道 导致魔式开启 就在意外的一件 破坏福西九龙气韵的交换 龙气失控暴冲 震动九戒 魔师大门婴儿解封 意外变速 开启新局面 修罗国度地轨降临 率领七大军事 全面扫荡中原 又快又急的攻势 导致群霞难以抵御 使得人界 生灵涂炭 哀鸿遍野 就在此时 翘如来的师父 莫苍黎出面 带领群霞对抗魔士 对应七大军事 排下计策 射下反击 中原也在 莫苍黎的带领下 取得胜利 而昔日 神谷温皇为算计 炎魔幻石狼 引发三土谷之毒 为彻底 诛灭魔士大军 莫苍黎与 御夺王权的 北晋王合作 将魔器 推往右石魔兵 进攻的藏鼓岭 使藏鼓岭的兵重 无一生还 另外一端 兵力空虚的天秦霞 本应在藏鼓岭的翘如来 剑英感情用事 躲过死劫 与独岭龙一同血战天秦霞 无一生还真是命 其党要在都开启后 最有一谋 别人的脑子疼 独岭龙的子同灵精 竟使众多围攻魔将 死痕遍野 也在此时 莫苍黎的居所 血色流离树下 帝鬼 亲身来到 一切的布局 牺牲 莫苍黎便是等待此刻 以置身 斩杀魔士帝鬼 独岭龙一同血 不必死 独岭龙一同血 独岭龙一同血 祁狗神 怪典 怪典 唯独岭龙一同血 鬼 独岭龙一同血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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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士之兵 珠魔之力的催动下 指歌流针对魔族弱点一一痛极 而地鬼本应能一举诛杀敌方降临的机会 却在此刻出场惨败的压力袭来 而一切布局却在魔士控制的石研文二子 化名陆世魔罗的突击下 地鬼躲过危机 与此同时另端天晴侠也以最惨烈的结果收场 就在魔兵尽数惨亡之时 有一人带着诡异魔器 取走独眼龙的子童临精 而中原羽魔士战局已进白热化阶段 苗将在前任苗王好穷孤明 遭前任苗将战神藏进人所杀后 摸苍离的横空出世 让原本不好全局的北晋王错算 苗王子苍狼在保护下 躲入苗将境地最海其二劳 面对其中关押的天雀孤明 以自身的性命换取天雀孤明出关 替苍狼王子报仇 活动典礼上脱出禁锢的天雀孤明 改名汉天雀 为这场苗将政权之争 开启内战号角 此段期间莫苍离的所作所为 使俏如还渐渐怀疑师尊背后的目的 与战后的天雀孝 竟流传十日杜传小说《与国致议》 讲述着一名化名测天风的智者 独立米平了与国的内战 建造了一个太平盛世 而书中最压轴的尼霞之战 在内外无缘的情况下 侧天风面对最大的围境 以十几勇士 覆灭三万敌军的包围 种种心机让俏如来串起联想 更加深了对莫苍离的怀疑 也因发现与国致议在群霞间流传 莫苍离的智友明依 立刻离开藏古岭 前往琉璃树询问莫苍离 却引发一场夺命杀机 为了立刻离开藏古岭 为了立刻离开藏古岭 立刻离开藏古岭 这情依旧 我就不用亲手 三弟 亲过一生 我就想过 也有这种 我会想为这流离球上的遗传 战役中莫苍离不断使用王命水 使群霞能在短期间内伤腹 却在此刻 北净王揭露王命水的真相 只要喝下王命水的人 必须不断饮用 否则王命水失去效力 身上所恢复的伤势 又会重新出现 一旦王命水反世 便是生死两难 本欲以 迷依的失踪 与王命水的真相 逼退莫苍离 莫苍离却以身上有解药为由 使群霞不得不听从号令 在群霞的禁闭下 翘而来逐渐串联起一切真相 回到当初 与莫苍离最初相遇的地方 揭开这段时间的住心计 以最无私的一件 体现翘无来的 渡世大怨 凤鬼 我把人的渡地 渡戒 这是最后一号 渡星 三条末 离酒的名票 这最后一条 随着第二要求到 外要求变世 请前辈修夸尾斗 四尊 为何前辈要帮助我呢 因为你是苦主之才 因你 这世输家庭的天命 对 墨仓离死后 我不能拜給你 我也要拜給你 四孤流 新兵 出色 色鹼山河東龍人 哦哦哦哦哦 啊啊啊啊啊 而戰局的另端 對戰陸式魔羅的實驗文 卻遭親額所害 陸式魔羅蹭此時奪得魔士兵權 取得軍權號令鬼洗 成為修羅帝國三四代帝尊 為這場人魔災難 開起另一片浩劫開端 在七大軍事 敗亡後 陆斯摩罗率领修罗帝国 派出比七大军事更强的三尊 袭击中原 让失去领导的中原 全面败退 人间顿成炼狱 天国最终是 宋无虾 无风前出 死吧 妖魔海的侵袭下 群虾退入 莫家千年以来 安排的人事堡垒黑水城 与此同时 人事浩劫 却有一群人背后操盘 五人身处的上弦宫 也揭露了这五人 各自影响海境 中原及未知领域 于魔士入侵一年内 由原本投入灵俗的魔 梁皇无忌 率领群众组成圣邪封盾 游离救援 受魔士侵略的百姓 却使得魔士注意 陆氏魔罗先后击溃 台面上的反抗组织 圣邪封盾 眉香屋 而长期以来 魔士的公无不利 皆是因背后情报组织 黑童提供消息 而黑童的首领 正是当初上弦宫 五人之一的玄之玄 欲以两面手法 取得最后圣名 一年前 翘如来被陆氏魔罗丢入魔士 一年后 翘如来默默回归中原 隐于幕后 筹备封魔要素 同时 中原浩劫的兴起 亦灾难逃 海境诗相 御心仪 进入中原 支援中原苗江对抗魔士 发送一封远渡重阳的信 让时日受翘如来不杀之恩的 西剑流 派人介入这场人魔之战 而对付魔士的首要 便是整合兵力 施相与西剑流军师 接前往苗江 御共同拥戴 北境王 成为新任苗王 而苗江王权之争 也在此刻 全面白热化 而汉天雀 过往曾因战功标柄 受当时人民爱戴 也在王权变动的时候 再以强大的武力 驯服游离部族 形成内战兵力 对抗之势 而上述部族领地之外 苗江始终拥有最大兵权的 即是铁速球一所统领的铁军卫 在这场内战 始终扮演着毕上官的角色 而一旦铁军卫表态 就象征着 有一方即将获得最大兵力 在赐予 御心仪的接连介入下 铁速球一终于做出决定 苗江与此全面开战 北境王统御铁军卫 将国境要务 王谷狼王爪改造 针对汉天雀的武功 进行突破 而汉天雀 是苗江唯一以自己的方式 练成正国神功 皇室惊天宝典三世之人 在战役中 本来功无不力的他 却为保护 昔日依人之死 遇血的奋不顾身 当下所有杀招 最终将自己的所学 传授给苍狼 提点苍狼武学 赠予功力 为这场苗江最终战 投下未知的变速 在汉天雀 与待死的王族青卫牺牲下 使得北境王一时间的松懈 苍狼终是夺回王权 铁军卫全面投入 对抗魔士的战役 侧动四方山之举 联合海境灵族 黑水城突破妖魔海 各方势力联手算计下 乔如来进入佛国 欲以达摩金光塔 镇压摩士通道 而陆氏魔罗身上拥有 最强王谷宝甲 魔之甲 未突破王谷 便需用同样为王谷的兵器斩获 最终战 雪山营燕 剑无极 使用同为王谷的幽灵魔刀 与加成真灵器的少灵枪 在异域佛国 展开一场 兄弟间的至极对决 抗魔最终战 结合莫家黑水城工艺 统合鲁家机关术 与佛门最高胜利 达摩金光塔 飞往魔士通道处 为这场人魔之战 捧下最终章 与此战局白热化的同时 恰无来揭开 十日莫苍离留下的线索 十日上弦宫五人 乃为莫苍离的师兄弟 辅佐当时身为莫家巨子的莫苍离 巡视各界和平 海境 苗江 中原各有代表 一统称为九戒 为统御九戒 上弦宫所剩的五人 各自狼子野心 其中玄之玄 为取得声望 更利用黑桶 造成涂炭森林的局面 狗龙 开启民魔最中心 模式之祸结束前 莫家久算潜伏于各界 心怀不轨 透过模式造成危机 进而取得境界地位 玄之玄趁翘如来不在中原时 号召集结群霞 成为新的武林盟主 久算之一的望金烟 也取得苗江国师之位 海境诗相 也透过对抗模式 取得信任 在模式之后 各界也取得和平共识 但久算共同目标 皆指向巨子之位 三位久算玄四 更有上仙宫内 意向不明的久算老五 在极不裂的情况下 恰无来父辈受敌 玄朱柔 剑无极 雪山营燕等友方势力 接受牵制 盟友赐予信之界 更遭算计 遭遇玄狐逼杀 同时九界之中的盗狱之人 来到中原 只认莫苍离 为当年盗狱内乱真凶 随着盗狱内乱之势 浮现台面 十日盗狱阴谋 逐渐蔓延苗疆 风花雪月四人 也纷纷现身 随着翘如来脸上血纹摩温 遭受玄之旋陷害 而逐渐传播 翘如来与赐予 也在忘经验的帮助下 获得黑童名单 在玄之旋的布局 宫审会终于展开 双至针锋相对 就在胜负将出之际 却因玄之旋 已将一股神殿 炼至最高层 且忘经验早与玄之旋 暗中勾结 翘如来一败涂地 成为万教公敌 与赐予遭遇连班追杀 而其间随着风花雪月的出现 盗狱内乱的真相 也逐渐揭开 风海剑夺 苗王大昏 江湖上盛会连环 其中又暗藏无数策划 未稳固地位 及隐瞒过往真相 忘经验连尸毒计 翘如来赐予 遭受武林通弃 风花雪月等人 也借被其阴谋笼罩罩 更是暗杀盗狱 先武剑宗高手 禁灵军 而玄之旋也将魔掌 升向天门 先是逼走 范海金虹 及锦烟侠 同时暗杀金刚尊 把韬无射 掌控天门 而一副残控的结局 却让九算之一的 玉心仪 退出九算计划 藉由孟求孙 阻止尚同会 侵略天门 更是在关键时刻 阻止了玄之旋 对天门的进犯 与此时 玉心仪 玄之旋正式对立 受到通緝的翘如来 玄在此时 自投罗网 一会望金烟 翘如来凭借 莫桑里留下的遗书 揭穿望金烟 便是当年 盗狱内战的 最大阴谋家 与望金烟 达成要命合作 两人遇合谋 一举揭露 玄之旋的身份 拉下玄之旋 武林盟主之位 时间来至 中苗边境 再开万教宫审 就在玄之旋 将被冠上 盗狱内乱阴谋家之名时 翘如来却是 反将矛头指向望金烟 揭穿真正的 盗狱内乱真相 而先前 望金烟 余苗僵的种种恶行 也被苍狼发现 随着望金烟 真身显露 无情葬月 为复仇 杀网月宁湾 为此 风花雪月的风逍遥 觉醒 醉生梦死 从拾风中捉刀的身份 在背叛 友情算计交织的杀阵中 望金烟 抛弃女儿 雪飞逃离 也为风花雪月 写下最痛心的句点 我一定问我初纪 若咱改买的 是好达底队寸 客家应该放弃所有的受粉 卖在队寸尊尊 就这人 给人 一世人的富裕 在表情 在中文 在人风是堕食的定 这人团送的图文神经 我哪里将不存在 我一定没说过 我不敢于 方法算我 这四个人 风逝 花雕 刷酒 我看 这命运 太 比胸肉 然而在赐语性之界的策划下 逃离的望金烟 被苍狼锁主 安静酬还的最终战 风月无边 终于销售望金烟 得报大仇 最终的十四个人 算是赐语性之界的栩 荡 冷 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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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紅雄轟轉 伏伏不斌 威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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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威脆威脆威 不消者消失 分歸 嘎 违西夫 违雄木 卫霍神 モンチム怎么 Ocean Nor about 进步 彈簧大不中 招飛山的天空 武器聲聽做相望 五眼中在那七道天空 隨著翹如來取回聲勢 回到尚同會 一揭開九算各自任務 屬順自留給我一本力借 屬順希望力加英文燈麥 都不懂不相為無 你的屬順已求選四種事衝突 日金所現場 中廟佛道任無謀 也不夠七階 日無色風雲復國拼世 求選 雖靈偏步求解 不夠頓獎制度日益 武改可守者 便老在上限宮協助基祀 天主席負責中緣 夢主席負責道行 屬順負責海境 雲頂負責表情 你又對路 不是他技術足對的人 就是壞人 對立 可能只是立場以屬順的不同 你風財說到 雲順對應牛領地蓋 牛領地蓋 牛領地蓋 由是哪高月 北下牛領天旋 嚴仁 嚴仁慈悠 強吉祟 海南天役國休所 沒有分十 夜半食中 嚴仁慈悠 強吉祟 應該是這適合人族 既族族所 強吉祟 強吉祟 中廟佛都應俗一方 臨作、無谷也已經低效 要無紛失、無意要不動 最懂的事應該在未暗時 無法以其他境界接觸 嗯…那要這齣事 不低、不低 九龍天書是地界未分之所 滴氣水有得色 但也是水修仙創國 有殘靈地效 九龍天書生意輸掉 但無創立復國 杜靈天書創立土壽 該是萬一紀修 中廟杜靈、紀有所修 老五位負責的是哪一個地界 非是復國、非是無事 而作惡多端的玄之玄 亦被賜予之際反噬 玄之玄遭玄虎 久算引而未出的皇后所殺 就在一切江平之際 吞噬黑暗的存在 卻在此刻襲來 與國燕王上官洪信 此時來到中原 一會翹如來 久算動亂不止 又遇玄虎殺害海淨之王 面對學習劍法更逐漸強大的玄虎 被藏神終於完成千年未盡的莫狂 讓翹如來再現止歌流 然而大戰方邪的翹如來 又遭遇重重殺陣 而本該身亡的玄之玄 竟在燕王的安排下 炸死再出 然而先前為陷害翹如來 吸收魔溫 使得魔氣在體內生根 玄之玄終被止歌流一舉即殺 賢濟犬破壞最悄去消 誰要證明祖先的證明 焰火 啊 還在太前方 視知仙華的思肯 蛤 啊 啊 仙之仙 為你所斬還不顧死命 這是比你利用的武林噴嚇 天文祝人 金光鑽 一一 相妙來 孫良 好 好 好 然而東銀那方尚有危機未平 賜予心之界也於此時回歸東銀 不雖POGO的獻出也帶出地門勢力 無形的危機潛伏九界各處 地門透過無我犯音洗腦眾生 使中原苗疆一度棘手 與此同時 燕王皇后正式入局 針對苗疆王室 苗王蒼月孤明 與鐵素球衣的一場陰謀逐漸形成 以狼朝攻進入算計鐵素球衣 以真假參半的杜撰內容進行挑撥 然而鐵素球衣卻將計就計 蒼狼鐵素球衣 風逍遙軍臣三人聯手 一舉輕腳苗疆境內莫者 鐵素球衣更是藉機炸死化身玉冰濤 以苗疆軍師身份再出 讓風逍遙接任鐵軍衛軍長 隨著無我犯音的影響逐漸擴大 地門之中更是金劍藏盡人 千雪孤明 獨眼龍等熟悉面孔 面對熟悉之人 翘如來策劃率領群俠闖入地門 並以擁有死地靈的莫狂 狼王爪以及雲帝雙劍 發動可解禁天下術法的滅雀之陣 強行解除術法 喚醒遭地門洗腦的眾人 群俠共闖地門之戰 關鍵時刻 一直以來幫助翘如來的缺州一帆度 盡視地門大智慧 實戰局瞬間反轉 讓原本便被洗腦的眾人恢復原狀 而渺亡蒼月孤明也淪陷地門 散敗後的翘如來責召燕王攔阻 看龍 噓 終一天 於此刻 中原全面淪陷 為救出君主 鐵素球衣聯合台面上所有九蒜 御星儀皇后聯手布局 同時為突破無我半陰 使擁有鐵金之聲 無謂洗腦終身的玄弧 成為抗戰的不惡人選 而玄虎未探查人世情感 先後尋常女子 常興 卻成了九蒜實施計劃的目標 常興遇害 使一切計劃啟動 玄虎闖入地門 帶回翘如來 設計環珠樓 讓城古昏皇先前遭受 劍十二反式復原 再出的任飄廟 前往無水汪洋 與崔州一戰 帶回顛倒夢想 抗戰地門之戰 被斷兩家 借助顛倒夢想 開始打造 對抗地門的私能裝置 而未削減最終戰役的變速 鐵素球衣 玉星儀聯手將燕王帶入陷阱 雖未進全攻擊殺燕王 但也將燕王重創 柏傑最終戰 翹如來玉星儀 鐵素球衣 神谷溫皇 四名尚智之人 與108名大智慧 開啟異式之戰 而關鍵人物玄虎 則是以斬五道 單挑缺州 就在眾人即將立結 功敗垂成之際 一道身影飄然而來 第五位決定智者 立往狂瀾 同時面對 能阻擋天下一切 帶有惡意招式的 薩陀十二二皆空 玄虎贊中悟招 為了守護藏心所鍾愛的人士 不帶殺意 不含惡念的護士之招 成功擊退缺州 卻無來意在此時 德政帝門荒謬救世理念 初代帝非祝空既要開始 帝門前年以來 比蝦腦的眾多秀行者當中 口禎無人給一名秀行者 公諜溫暖 沒有 這也沒有 帝門千年 剛才浪地點 二加這個主義大地匯之外 無盡好一名秀行者 公諜溫暖 帝門的秀行 原本不是秀行 比世紀紀憶的眾生 無法真正領悟夫團 帝門 並不是秀行的證圖 只是 滅 我的修羅場 蘇伊 蘭 蘇蘭 蘭兒一切江平之客 元古魔神元邪皇進而重生 佛國首當其衝 在千古之魔降臨之客 兩敗俱傷的中原 佛國又要如何抗衡危機 發海引渡 智慧引路 人世即將開啟 最強佛魔之戰 今天的內容濃縮了6部 金光布袋戲的劇情精華 大家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自己最喜歡哪一部劇集 這支影片 也會抽出眾生願2 給看到最後的觀眾 留言辦法及時間就在資訊欄 如果之後還想看到什麼樣的 金光布袋戲的主題跟內容 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或者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跟我們說說喜歡今天哪些片段 而影片的最後 也感謝這些加入會員的牛頭大軍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們的創作 現在也可以透過資訊欄網址 加入會員 也可以給我們超級感謝 一起敲碗之後其他的金光專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Kevin 大家掰掰 如果大家還喜歡我的介紹的話 你可以選擇訂閱或留言 還是加入會員牛頭大軍 或者透過超級感謝 可以支持我們製作 更多關於布袋戲題材的影片 我們每週都會推出日常相關影片 也跟布袋戲有關係 還有可不可以看的Podcast 會員專區也定期推出 布袋時間與獨家私密的Podcast 蓋文瞎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請幫忙推薦給身邊 喜歡看布袋戲的朋友啦 那我們之後的影片再見啦 我是Kevin 大家掰掰